蔡志賢 她請教老師的是有關 她木梅菌的 像要跟妳請教 除了說用米粉擴培於外 如果是要加純木屑是不是會用的 是不是要再加料索 這個要加木屑 要加木屑妳的目的是什麼樣子 如果妳如果是說這個木屑 因為妳拿來清一個木屑 我們在用的時候 在田裡面其實不太好 因為她的東西在橫林一段時間 或是說我們拿到木屑 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的這個 所以對土壤不是說真有 因為簡單說 如果沒有量不太多就不要緊 不然有時候有些木屑妳如果沒有去過 像松木這種的這個 她對作文好像也有不好的影響 不是為做松樹裡面去提取什麼東西 對類似這種影響 這不對 但是她在發酵的時候 她的一些分類這個東西 有的作物是站不住的 尤其 比較量太多 所以一般 妳如果是說要用這個木屑 她是不是木霉菌 所以她覺得說用木屑 最好是說妳要加在 木霉菌裡面那種木屑 妳可以先把他拋過 把他堆堆兩三個月過 比如說你木屑 會把那個木屑 浪這個藥素 用藥素水去打打打 還是要給他揭一下 那是要的 就是給那個木屑 可以初步的一個粗薄的一個分解 比如說像人家在種枸枝 在種枸枝 那不是都會 那個木屑他們一堆去堆堆 然後去打太空包 他不會用專親的 所以這個杜利就是這樣 就是先讓木屑先凹一下 你就是加藥索在那個地方來用 現在凹到差不多之後 你如果是要用木霉菌 你比較多用木霉菌 這個用米坑的原因是因為米坑有粗根膚 有這個維他命B 還有我們的胚芽 所以這個東西很應用 所以我們木霉菌 在發酵起來的效果很好 所以這最主要是這樣 也有人不這樣用 也有人把木霉菌泡在水底 一些黑糖 基本的就是這個糖 這不是我們人要吃 這個困好大人困都很愛吃 這個糖也用下去 它是一個能量的來源 這個糖也用下去就OK了 就沒有什麼問題 就光那個糖就已經很好用了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你用一點糖也要拌一拌 但是這種就是純粹 讓菌活起來 它沒有擴配的效果 完全對米坑對不到 我們簡單說可以讓你知道一下 所以你如果說可以用米坑是營養 另外就是營養肌 很完整的東西來用 那麼你如果用木屑也可以 但是你的木屑最好就是可以先 先發酵一下 這大概就說你先用一個索性去拋過 拋過後我們再用這個木屑 這個效果應該會好很多 這大概是要給你的建議 大家可以做參考 這有時候一些這種索用的時候 純粹就是我們想去追求更好 在這個我們做的這個範圍裡面 去追求一個比較好的操作 一個模式 最主要是這樣 這讓你先做這個了解到 所以如果是我的 你既然你問我 所以我就給你這樣的一個建議 木屑要先拋過 那你說 也這樣很麻煩 很麻煩 不然你就做會拋 做會拋 你還是要加一點點 就是說純粹 藍就素沒什麼好 就說碳蛋比沒什麼好 對這個 不是說碳蛋比沒什麼好 就是說只割這個 有一點蛋 有一點碳 這樣要沒什麼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要讓木屑 可以 有起這個作用 所以 2000的效果要快 所以杜粹 我們也是希望說你能 敲米坑敲一頓 把它壓一壓 你放在木屑裡面 做會發酵 這樣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我個人 給你的一個小小的建議 那麼你看看 這有時候是一個 看怎麼樣操作會比較 比較方便 那麼這個最主要是這樣 我們總是希望說這個東西 啊 錢開來 在我們電台買一個這個主宅 就是要讓你有在這個主宅的這個使用當中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一個好個 不是說我們的東西就一定 這個我們一定是推薦最好的東西 好朋友 但是呢 好東西要配上好的使用方法 所以有些要注意的 我特別給你看看 因為有時候是我們 做工作 我們的工作 我們怎麼去操作 怎麼去做 這也很重要 就有時候真的也 做不夠就是做不夠 對吧 有時候 其實是 啊 沒有審命 沒有那個名字 人家去做那些工作 為什麼沒有那個名字去做那些工作 反正是因為 啊 畢竟的 人家的這個體力是有限的 對吧 啊 這最主要是我們的一個這個 這個動力 那麼 是 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你看看 那一等給好朋友來 跟他 稍微做一個了解 是這樣的 讓我們提前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等一下 就讓我們按了解 還是